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高峰会上我们的总统除了谈极其关心的问题之外 也不可避免的谈到了中美贸易问题 我们总统的讲话有点出尔反尔 让人觉得不知道我们东西到底什么意思 连害的白宫对外赶紧解释 我们总统不是那意思 这在一个国家来讲这是个不多见的现象 就说明中美贸易战的复杂性 今天我们要求我们的时事政治评论员李秉信先生 跟大家聊一聊 中美贸易战是升级了 还是说快到了这个阶级尾声了 还是说是持久战的开始 怎么看 今天我们邀请李先生为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先生就像刚才我讲的 我们总统在白宫里讲一套 上飞机讲一套 到了法国跟机器会议又讲一套 结果搞得大家不知道我们总统说什么 但有一点现在的状况是有一点明确的 这就是说现在双方对彼此的制裁都在升级 我们总统已经说了 10月1号开始 将会对所有中国产品都会加水 中国也说了对750亿所有的美国产品也要加水 第一个问题请教您 现在中美贸易战是不是升级了 为什么会升级 其实我们常讲说number talk 数字会说话 那实际的数字 实际上的数字是 加税的数字是越来越大的 没错 所以不管他们嘴巴里面翻来覆去 讲来讲去或者是我们川普总统 他有什么样看法 不管是正式的还是私下的 还是twitter的 还是面对媒体的 还是有麦克风没有麦克风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点 就是那实际的数字 事实上叫如箭在弦 一触即发 那所以中美之间不免一战 或者说不免交锋 好像实际上早就交锋了 只是说他的那个热度 好像是越来越升高 强度也在加大 而且更关键的是 这个川普他当初 他是在压一张牌 那张牌是 你看川普他从头到尾 他说一句话是没变的 他说中国很快就会屈服的 是 他每一次说来说去都说 我们大概还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说 中国现在经济真的很不好 他们快要受不了了 第二个中国很快 他就会屈服的 那第三个 我们一定会赢得最后的生意 不管川普说来说这三句话 一定是他一定讲的这三句话 这是中美贸易我们总统的背书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很有意思的 那当然中国的经济好不好 这个见仁见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但是他认为说 中国很快就会屈服的 我觉得这点肯定是他的误判 那中国真的很快屈服吗 没有啊 我看那个数字 好像是越来越大 这个样子好像不是要屈服的样子 那第三个川普老是信誓旦旦讲说 美国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川普似乎 有其实你看一个人翻来覆去 举棋不定啊 或者是昨天讲的今天又推翻 今天讲的明天可能又变了 他是一种在策略上的一种调整 还是是说一种在信心上的一种摇摆 我想这这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但是美国真的会赢吗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声音 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怀疑 我们不要讲失败主义 我觉得还没有到失败主义 但是越来越多怀疑的声音 在美国的国内纷纷的浮现 这好像跟前一阵子 我们所看到的味道 是有点差别的 之前的味道 我想大家都 美国人不管是朝野 民主党 共和党 还都蛮一致肯定川普的做法 可是看到联准会的利率 不断地在向下调 当利率下调的时候 表示美国的政府 事实上对经济是有担心 是有看法的 那股票呢 你可以说是上下起伏非常大 三分暖 其实那个上下起伏 我们用更专业 或者是用更行家的说法来讲 就是在这个高点 上下起伏太大 也就是说你根本上不去 那当你往上上不去 就是会往下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股票会不会是一个bubble 那利率本身也是一个 然后再你看人民币的利率 也都一直在往下走 那当人民币的利率 在往下走的时候 美国的这些制裁 事实上那个效力 那个压力 也是会减少的 所以种种的这些效果加在一起 美国真的是必胜吗 那中国真的是一定会屈服 美国真的是会是必胜 我觉得这些东西倒是蛮值得 我们去观察贸易战的一个做法 那当你这些选项 都说不是的时候 那我相信 川普很快的就会面临一个 叫做质疑他的声音 到底你当初信誓旦旦 讲那些话 你会实现吗 你会不会误判呢 你是把我们一群人 带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呢 其实你看媒体 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说 打这个中美贸易战 真的对美国比较好吗 对中国比较有利吗 当怀疑的声音慢慢的出现 质疑的口径越来越深的时候 我觉得对川普即将要来的大选 绝对对他而言是一个挑战吧 我们总统呢 这个总是语出惊人 而且我们总统让很多政治 美国的政治精英们都非常担心的是 我们总统推特治国 很多东西 而在推特没人管得了 他也不会事先跟他的幕僚打招呼 也不会经过内阁讨论 更不会经过他的这个政治顾问们审查 他就夜里两点三点就突然发一个推特 这个推特治国 确实这是一个川普内阁的一个特色 而且呢 我们总统也是语出惊人 就在我们这个总统去G7 参加发展发达国家高峰会的时候 我们总统就说 我将用行政命令 让美国的公司从中国全部撤出去 这话一讲 那里意识激起千层了 问题是 所有人都认为说 就是中美关系有点什么问题 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过 我想请教你 也就是说我们总统是真的急了 还是说这是我们总统有步骤的 一步可行的 我们英文叫 Can be delivered 一个政策呢 你怎么看 其实叫所有在中国的企业 马上 不要说马上啊 一定要回美国 或者是用一个命令去做一个执行 我觉得在许多人听起来 哎呀 你就像以前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排场一句话 所有人全都爬着死去活来 哪那么容易啊 你想想看 这么多企业在中国 那么长时期的一个布局 有这么多的员工 更赤裸裸的来讲 那都是钱的问题 那都是资金的问题 你看他们在中国买了厂房 做下了投资 雇佣了这么多的人 那行销市场上已经做了布局 这个川普一句话就叫大家 通通都打包回府 所以但是话又说来 川普真的是一个这么愚蠢的人 情绪化的人 我也觉得不见得很多时候 你看商人 商人最喜欢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嘴巴讲一讲 这个口恶威逼利诱一下 这个口惠以实 通通都是嘴巴说的 那再来呢 这个嘴巴里面加以威胁利诱 那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方式下 就能够以最少的代价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过我觉得你从这些动作跟蛛丝马迹 我的看法是川普好像已经没招 不要讲没招了 那个招好已经 用得差不多了 用得有点觉得好像是技穷了 我们想说潜力技穷 反而你看中国的做法 其实你从看中国他加关税 以及这段时间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节奏性 它是有一个步骤性 甚至是不是中国已经在 把他的旗都看到明年的美国大选之后 那谁上谁不上 那这段时间到底要先出什么 后出什么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一个是急着 我们要说不就脏法 而是叫做无所不用其极 叫这个口不择言 用什么方式都想要来达到一个效果 跟中国这种所谓沉稳的打法 倒是形成两种蛮大的极端出现 而且这个极端呢 就表现出来 就像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 在上个周日 美国几大重要的新闻网 都是周末的政治论坛 很多人都在谈到了中美贸易战 像NBC的这些节目 像CBS的Face Nation 像这些节目都谈到中美贸易战 几乎与会的所有嘉宾 无论是政界的 还是金融界 还是经济界 企业界 大家没有一个人 给我们总统背书的 大家并不是说反对他 而是说这招不行的 你让人家回来 人就回来啊 你让人家不做 他就不做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美国最可爱的 就是发挥各个企业最大的自主能动性 才赢你追求最大的利润目标 带动了经济最大的一个发展 现在你要想用行政手段 把他们全都不让他们走 看来美国的精英们不答应 而且这些精英们 基本上 他们以前只是不评论不说 但是现在已经忍不住了 公开开始批评总统 您怎么看 其实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本来就不应该打仗的 它应该是一种叫速战速决 本来就是贸易战嘛 它是一种速战速决 在心理层面上的一种影响力 但我觉得川普现在 他陷入一个泥沼 我不能说他做错了 我们讲川普错了 起码不是他预期的 但是现在他把这场账打仗了 你一打仗 那个效果 也就是说所有人全都 所有人全都陷在这个里面 其实人是这样 当你本身的利益受到伤害 或者是你皮包里面的钱 越来越少的时候 那种怀疑 那种质疑 甚至那种担心 就会一个一个的出来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战 已经慢慢打到一种层面 叫做人民有一种恐惧跟害怕 恐惧什么 恐惧会不会经济萧条即将出现 害怕经济衰退会不会恶梦成真 也就是这一场本来应该叫做假戏 怎么争作了 那擦枪怎么走火了 那这个本来只是这个所谓这个朝事摆一摆 动作做一做希望对方就能够有所让步 大家叫做行礼如意 这个你下我一下我下你一下 然后这个和这个协议就应该出来的 结果竟然拖到这么久 而且看起来还要再继续拖下去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 川普最大的麻烦 恐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众 也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可能会进行看 可以看到我们就能够带 我是从评论治疗 一个 我们下一个 感谢观看